大家好,真是很開心今天又可以來到當中 跟大家去分享信息 回到這個Sandy Angel這個堂的時候,真是很開心 每一次來到都看到神 大大的賜福給這個堂的堂子 每一次都多了幾個房間 好像看到神在當中的福氣真是很大 在Sandy Angel 回到來的時候,真的很親切 很多人跟我聊天,很多人去招呼我 阿偉有針茶給我喝,真是很感恩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信息 叫做信心之藥,或者是一個跳藥的藥 英文叫做Leap of Faith 當你想起Leap of Faith,在英文的時候 起碼是在我的心目中 要做一些動作有些危險性 一些好像要冒險去做一些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如果你開車,你應該都會留意到 當你在那輛車上去開車時 你在那裡排隊的時候 有很多人是不排隊的 去到前面,然後才切進來 可能他們對這個信心 他們的信心在自己開車的技術上 或者他開車的跑車很厲害 他們就有一個Leap of Faith 然後就切進來 甚至乎有些人是 他過了之後 要出了,然後就切進來 這些就是一些冒險 一些Leap of Faith 你要有一些信心 在一些事情裡面 你就去做一些事情 因為你有信心 是不是? 我媽媽呢 她過世之前 我四哥跟他一直拍片 我不知道,我們知道他也很老了 我們跟他拍片 去訪問他 他就說了 他說他當時在澳門的時候 我們很窮 也不是說窮到很窮 因為我們有屋子 因為我舅父和我阿公 會幫忙買了一間屋子 去澳門 我阿公就在喀威爾住的 他們回來的時候 我媽媽就有一個信念 她有一個信念 就是美國比澳門好 她就求我阿公 你可不可以申請我們去美國 我阿公就跟她說 美國有什麼好 你去到時又不懂得說 英文又不懂 那些地方是不適合你工作的 什麼什麼的 後來我媽媽又求 因為她有這個信念 媽媽又求求 舅父 你申請我們 後來我們舅父就帶我們來美國 申請了 這個Leap of Faith 是冒險的 她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不懂英文 是不是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澳門,澳門街 你們自己綁著雙眼 走哪裏都懂得去哪裏 不是這麼小的 但是她來到這裡 她沒有後悔 她真的很辛苦 她做三份工作 真的很辛苦 她沒有後悔 因為原來她的信心在美國 她的信心是給了我們 兒子 她早上四點鐘出去打麵 你現在吃的麵 她做麵廠打麵 手指尾都切了出來 但是她也沒有怨 一直都有這個信念 我們這個家庭 在這裡是最好的 當然 那個事情 對她未必真的很好 不過她晚年的時候 她也有一個休息 我們也看到她 因為兒子可以支援她 尤其是我三哥 我很感謝我三哥 因為我媽媽退休的時候 我三哥就一直去照顧她 跟她一起住 今天我們就想看看這個 在神裡面的信心 我們應該如何處理 我們今天在神裡面的信心 我們一起低頭做個祈禱 全人朝比天父,我們感謝祢 感謝祢給我們 有主耶穌基督 在我們的世上 在我們的記載裡面 去為我們在十字架上 犧牲 以致到我們是一個 沒有希望的生命裡面 突然間有一個很大的希望 以致到我們可以靠著主耶穌基督 我們可以得到生命 因為祢就是我們的道路 真理生命 求主你給我們今天 大兄姐妹可以開他們的心門 去接受主耶穌基督 入到他們的生命當中 以致到憑著我們的信念 我們可以每一天更加親近主 每一天更加在主的身上 蒙照的時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 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裏去 他恩若信 就在所應許之地作下 好將在異地居住帳篷 與那同盟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樣 因爲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恩若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 因他以為那應許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從一個彷彿以死的人 就生出子孫 如同天上的星那麼眾多 海邊的沙那麼無數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 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望見 且歡喜迎接 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說這樣的話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 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 並不以為此 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聖 我知道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盼望 在當中我們想有一個更好的家園 更好的生命 一個復蘇的生命 但是首先在聖經裡面說到 就告訴我們 我們是要有一顆相信的心 我們有一個信的心 當我們要在當中我們做基督徒 我們去看我們的生命的時候 原來我們有一個相信的心 而不是相信我們自己 而不是相信神 而是神才能在我們的心裡 可以有能力幫助我們的生命 當中在希伯來書 如果你看到他們的結論 希伯來書作者的結論 就是要有信心 最後這三章都是說信心的 我們要承受 但是其實之前你看到他們叫你不要離開這個道 都是要有信心 一個堅決的信心 在當中 甚至乎如果你是信了耶穌 在當中最主要的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一節 他說人非有信 英文就叫must you must have faith 人非有信就不得 不能得神的喜悅 因爲到神面前來的人 必須信有神 且信他 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所以這個是一個 你沒有辦法跟神有和好 如果你沒有信心的話 因爲我們恩信清義 如果你不是相信主耶穌基督為你的罪 在十字架上釘死 而三天後復活 而祂又有一個獎賞給你 是你的生命跟祂一起復活 不是你死了之後上天堂 是今天的時候 你就跟耶穌基督一起復活 如果你沒有信心的時候 你來多少禮拜主日 崇拜 你來多少也沒有用 你一定要跟神有一個呼吸 一個祈禱 一個聊天 你要跟祂有關係 要不然是沒有用的 你只是說 你沒有行動 待會兒我們說 是沒有用的 信心是死的 如果你沒有行動的話 但是我們從頭來跟大家分享信息 第一件事 我們是一個計算的風險 一個calculated risk 我不知道大家在信耶穌的信心裡 你有沒有計算過 我要放多少 是不是我們要躺在身上呢 是不是我們要躺在身上呢 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是一個賭徒 我以前是一個賭徒 如果你玩show hand 蓋手煙 兩隻蓋手煙 是最大的 你的手牌是最大的 很多都推出去 很多都推出去 我告訴你 我去調查 不過不是調查 是open AI 告訴我 如果你是一個對手的話 你有85%會贏 你拿著蓋手煙 如果你是兩個對手的話 你有77%會贏 如果你是三個對手的話 你是66%會贏 如果你是五個以上的對手 你只有66%會贏 也不錯 但是 你還是有一個風險 我告訴你 原來信耶穌 你躺在身上 信耶穌是100% 你看這段經文 他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是100% 你跟別人分享 你不要說是110% 這是不對的 是100% 你信耶穌 你躺在身上 因為我的生命 在神手裡的時候 我很辛苦 我又 我剛剛又被 放下 或者 我的兒子不生性 是不是 我們其實有很多困擾 我們生命裡面有很多困擾 很多東西 去扯離我們 將我們的生命 擺在神手裡 但是正正 就是這些東西 我們才要相信神 原來 我們的生命 沒有一個完整的生命 我們沒有辦法去填補 這個我們需要的 好像錢一樣 很多人都說 有錢就萬能 很多東西都是為了錢 如果你買這個 Lottery 有沒有人買Lottery 不敢 不敢 他就買Lottery 這個Powerball 如果你躺在身上 譬如我 我只得了一萬元 我躺在身上 即是買到五千張的票 五千張的票 如果是五千張的票 你贏率 你贏率 只是0.0017% 好 我當你買 中了 一票中了 你中了 原來 你中了 你很有錢的時候 也不一定好 你的生命也不一定好 他説 原來有一個 如果那些人中了 Lottery 他有一個病 叫做 突然財富拼發病 是真的 Sutten Wealth Syndrome 突然 財富拼發病 你有這個症狀的時候 你就會很緊張 很焦慮 拿著錢 不知道怎麼辦 你有沒有試過 我沒有試過 另外一個就是 你和人的關係 就會很緊張 和家人的關係 你看很多的 財主 分家產 你就知道 很多的 在家人的關係 而且 如果你處理財政 不合當的時候 你亂去花霍的時候 你會 你會變成 可能 由一個 千萬富翁 變成一個 街頭漢 是有這些例子 甚至乎 有自殺的人 所以 很多 我們生命中 以為是很好的事情 未必一定是很好的 約翰福音十四章六節 他說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到父那裡去 你說 我不想去父那裡 但是 這個正正就是 我們經常說 有兩個選擇 父神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自由選擇 但是 一個好的選擇 一個不好的選擇 對吧 你要選擇 就是 好的選擇 就是在父裡面 但是如果你不值著 主耶穌基督 你不和祂有這個關係的時候 你是去不了父那邊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知道 剛才我講到 我們是 為什麼 怎麼樣都不可以 好像有些事情 差一點點 做人好像差一點點 因為 神是我們的做物主 如果我們沒有神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是有個洞的 是差一點點 很多時候 我們用不同的方法去填補 剛才講到 可能是錢 可能一些壞習慣 去賭錢 可能是 我們擺滿我們 整副的 好像我媽媽一樣 整副的精神 都擺滿在子女上 是不是 我辛苦不要緊 但是 但是 到最後 我媽媽也是 對我這麼不開心 是不是 因為我媽媽很疼我 不要 會錯意 但是她經常都會說 哎呀,臭小子 生個叉燒 很好生的 是不是 經常都說 是差一點點 是不是 不過她很愛我 不要 會錯意 所以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們去實踐 這些情況 可能是 我們去做宗教的事情 可能 甚至乎是基督教 甚至乎是回來教會 如果你沒有神 在你生命裡面 你回到教會 多少都沒有用 你很多時候 可能是工作 你是擺了你的心機工作 你的道德行為 你作善 去做善事 去很多事情 但是沒有辦法去填補 我們爭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神是創造我們的神 只有祂才可以補 因為人有罪 跟神隔離而已 但是藉著主耶穌基督 我們現在可以 有這個渠道 去到神那邊 我們就要100%去跳躍 藉著信心去跳躍 去神 是嗎? 我在Milpolis 講的時候 我經常在這裡跳 不過我怕這個軟 因為我重 所以我不敢跳 但是你在加勒太書二章十六節 他說 既知道有人清義 不是因行律法 所以我們是 很多時候 有時候基督徒 都陷入了一些行為裡面 我們要做些什麼 我們什麼都不用做 我們只是要親近神 OK? 但是我們親近神 有一些渠道 就是回來敬拜 所以我們是 the other way around 我們不是回來敬拜 以至我們是清義 但是我們是信耶穌 所以我們回來敬拜 因為我們想要親近神 對不對? 所以他說 乃是恩信耶穌基督 連我們也信了耶穌基督 使我們恩信基督稱義 不恩行律法稱義 因為凡有血氣的 沒有一人恩行律法稱義 是主耶穌基督使我們稱義 我們欠這些東西 我們欠的就是我們 跟我們的造物主的關係 我們脫離了這個關係 因為我們是罪人 眾人都犯了罪 但是我們正正就是主耶穌基督 我們可以回去跟神有這個關係 所以我們要在當中做一些事情 雅各書二章十七節 他就說 這樣信心若滿有行為就是死的 所以我們要回去 我們要接受主耶穌基督 我們要有一個信心在主裡面 這個是我自己一直在想 什麼叫Action 就是你早上起床做Devotion 是吧? 你靈修 看聖經 聖經是神的話語 是吧? 你看聖經 然後你呼吸 祈禱 你跟神說 你今天想我做些什麼? 你在聖經裡面想讓我看到些什麼? 然後你 OK 那你上班了 那你上學了 你做家頭世務 你做什麼都好 你就跟神一直在呼吸著 一直在聊天 神就會帶你去做一些事情 你到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就要想一下 又要祈禱 然後你跟神說 今天我忘記了你說的話 或者今天我做了這些 感謝神 這些就是跟神有一個關係的Action 不是說很大的事情 就是神要我去哪裡宣教 是可以的 你不要說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但是 不是一定要是轟天動地的事情 是你每一天 你做人每一天 如何去親近神 如何去做事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今天說回阿伯拉罕 好像也沒有說 就是信心的演繹 是Faith in action 你如何去走出來 我們看看阿伯拉罕 他說 他說恩著信 他就應許之旅作客 好象在義地居住帐棚 與那同蒙一個應許以撒雅各一樣 其實呢 不只是阿伯拉罕 其實呢 如果你看之前 他整個家族呢 是正在去加南的 你知道嗎 他整個家族正在去加南 但是他們去到這個阿蘭的地方 他們就停留了在那裡 弟兄姊妹 你們今天信了耶穌 你的生命呢 就是去到封聖的人生 的生命裡面 你會不會停留了在一個地方 可能你很舒服 可能是有一些困境 是令到你不可以前進 弟兄姊妹 你要去思想 原來呢 那個Risk of believing 是信耶穌的 是100% 我們要繼續去 你就在阿伯拉罕看到 他看到 他是要繼續去 去到這個應許的地方 神是應許你一個豐盛的人生 我事來使你得生命 得得更豐盛 你不要停留了 只是回教會 你要真的跟神有一個關係 每一天跟神有一個關係 去到看到那個 哎呀 原來我們是可以把我們的 勞苦重担 放在神面前 祂是可以幫到你的 不是祂是可以幫到你的 祂是唯一一個可以幫到你的 兄姊姊妹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看 《創世記》十二章一節 他要我說阿伯拉說 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 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這個呢 就是 這個呢 就是阿伯拉罕 就是講這個 就是 就是 我剛才就是講這個 他聽到 阿伯拉罕聽到神 跟祂說話 你覺得 你 有沒有大兄姊妹在這裏 覺得 在這個現時 今時 神不跟我們說話 好像跟阿伯拉罕那樣說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又不敢舉手 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 神呢 今時今日 是一樣 跟我們說話的 一模一樣 只不過 我們願不願意 跟祂去 有這個關係 我 我保證你 如果你真的去 去seek and you will find 你去尋找 祂就會尋見 你敲門 祂就會 幫你開門 你 我 100% 如果 你叫我回水 你來找 Pastor Paul 回水 不行 OK 我保證是一定可以的 OK 不過我沒有收你錢 所以都沒有回水 但是 在當中 第一件事 我們要相信上帝的存在 我們要聽到神的聲音 我們要相信神的存在 有時候很飄渺 有時候神在哪裏 哎呦我好慘 神在哪裏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我們去pay attention 是神 我們知道神 exists 好像剛才說到 是我們盼望的實據 我們很有conviction 在我們的生命裏面的時候 原來我們看每一件事 我們都看到神 看到弟兄姊妹 我們看到神 我一進來 我就看到神 哇 在外面都站了多久 老婆 站了5分鐘 10分鐘 都看到神 很開心 跟姊妹在外面做金牙 跟那些人聊天 師母出來跟我們聊天 真的很開心 看到弟兄姊妹 看到神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這個景色很漂亮 剛才那裏有一個公園 我們都沒有去過 你看到很多事情 神的創造是沒有辦法 如果你沒有辦法 你搖多久都不會變成錶 是不是 是有一個創造的主宰 在當中 我們一定要知道有神 他說阿蘭 他對他說 我們有很多糧草和治療 也有住宿的地方 這個是 我沒有打過 經文是 蒼西基 他出去的時候 就是阿巴蘭出去的時候 他這樣說 他說 其實阿巴蘭是很有錢的 如果你知道 他們去跟Isaac去找老婆的時候 他的家族的人是很有錢的 我們有房有地 有很多東西 所以阿巴蘭不是像我媽媽一樣 我們這麼窮 不如去試一下吧 博一下吧 他是知道 心裡面知道這個神 是創造天地萬物的神 他打仗完了之後 那些人說 給些東西 他說 你等一下誤會了 以為是你令到我發財 是神去祝福我 他很清楚知道 神是那個賜福的人 所以我們要很清楚知道 阿巴蘭出去的是因為他聽話 所以他是信心之父 在當中 我們也要相信 神很愛我們 在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他說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刺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凡德永生 在當中 那個意思就是說 他是全能的神 我們知道有神 但是我們信得過他 因為他愛我們 我們不是說 哇 全能的神 會不會怎樣 是吧 不會這麼想 你一定要知道他 你一定要相信 他是很愛你 他就在十字架上面 他的獨生主耶穌基督 就告訴我們 他很愛我們 我們可以 take a leap of faith 信靠他 信靠他 去到主裡 到最後 就是在相信裡 帶出來這個純福 我們就要在神裡 謙卑、苦福、跪拜 我們要純福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親近身 我經常都希望 大英姊妹可以多些 上課程去學習淑寧操練 在淑寧操練裡面 提摩太前書 他說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 我老虎 方妙的話 在敬虔上操練自己 操練身體 益處還少 我也有做運動 你看 益處還少 唯獨敬虔 凡事都有益處 因為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我很開心 今天來到 真的有很多個class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參與這些class 我上個星期 我開了一個class 但是沒有人來 很頹喪 不過不要緊 會繼續開class 所以我們在當中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就是說 我們將我們的生命 神將祂兒子的生命 擺上 令到我們可以跟神有這個關係 我希望今天的祈禱 就是希望大兄姊妹 可以真的去 去 evaluate一下我們的 risk 去當中去想一下 我們要不要 take this leap of faith 我們有沒有信心去跳出來 去做一些事情 去做一個 action 我經常做recovery ministry 那個model就是 我們要定義 定義 consciously 定義 將自己的一生 及深思意念 交給那 耶穌 基督 看顧 和掌管 我們一起低頭 傳人士給天父 我們真的 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看內心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真的 很多事情我們都會壓制 很多事情我們跟外面的人都會說 我可以啊 沒有什麼 但是主啊 你知道我們的心思意念 你知道我們的 那種憂慮 你知道我們 在經歷著每一天不同的苦處 但是主啊 我們知道 那個答案就是在主你裡面 因為你是我們的造物主 你知道我們的需要 你是全能的天父 求主你今天 賜給弟兄姊妹 有一個心去追求你 去鍛鍊他們的熟靈操練 以至到他們更加去親近你 更加有盼望的實底 在他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求不佩戴奉主耶穌的命求 Amen 好